10年某一件雙刃未成事 今日把市均sale不平市 大家好 我給我小賀 鍾麗榮 歡迎收看最帥的化融點睛 今天咱們加錢股價指數再度上漲 九十八點來到了八千七百一十三點 真正的親股抓不住了 真的指數的部分真的非常的強 但是啊 同學 莫吉莫荒莫害怕 還有上次的機會 不要以為就此之後來不及了 不會 這個行情還會再回一下 順在一提 空軍弟兄 這個地方可以投降輸一半 但是一旦這兩個震盪整理 上面的鍋蓋被突破之後 我給你用很多股票 你可能不是輸一半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在適當的時機點 把對的事情把它做好 所以現在目前的行情 它現在指數上去了 可是我不認為今天的指數會是攻擊 所以我認為還有拿回來的機會 所以還有一次上車的機會 那一次上車的機會就是 你現在是空手的要買 而且要把它買到滿倉 我再講一遍是買到滿倉 我很少在節目上會告訴你說 持股滿檔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既然告訴你買到滿倉 就是告訴你真的要全部下去 因為後面我們看到的東西 真的超過你的想像 因為我說過這是選舉行情 為什麼你看今天藍板正所稅 登個報紙而已 證券股全面緊盆 當然我不認為它對盤面上是好事 但是它都在在說明一件事情 台北股票市場不缺錢 缺什麼 缺信心 那這個信心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對政府政策的信任度 來自於對未來的希望 能不能在選舉之前 營造這樣的一個氛圍 在股票市場裡頭 甚至在一些財政政策裡頭 甚至在一些貨幣政策裡頭 沒有多少時間呢 大家 我不應該講大家 就是說在位者 或者說現在民調落後者 他當然會去做一些霹靂手段 那我說過了 過去任何一段時間 我不管你對政府政策 有多麼的失望 多麼的冷感 但是就是在這段時間 因為台灣政經 本來就沒有辦法剝離 所以當兩者的利益 是一樣的時候 四個字 安心做多啦 當回的時候 我會跟你說會回 所以這波回回來的時候 我會跟你說什麼 月線附近把股票把它買好 然後這邊的缺口 陸續會去做回補 甚至我跟你講 禮拜四 禮拜五是很好的買點 我們現在就指數的觀點而言 同學 這是上禮拜四 一支黑骨蠟打下去 半九十四點 這是禮拜五又破底 欸 同學 你看看 過小二頭 剛兩桿 跟你說那要買股票 就指數的觀點而言 你看 動動這樣起立嘛 對不對 保健不輕易出竅 出竅要見血封喉 所以我跟你說 月線前買好股票 M正嘛 不是嗎 這一波就是這樣啊 乍看是一個跌破月線的賣點 那是實際上是一個賣點 就指數的觀點而言 重點是 今天是有成交量的 我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成交量跟我們講一件事情 八七五七它不是最高點 但是 今天不是攻擊 就說今天不能追股票啦 今天不能叫股票 今天起的股票不是主港 它不是主港 所以我每一段時間都要跟它談 你看這個 次機消費方案上談 然後呢 補助換購四機型的手機 鼓勵所得降稅啟動修法 所以啊你看一下 這個買完以後 我就一直跟你講說 這邊要減碼 我們要這邊做多 可是這邊要減碼啊 下來的時候才有錢買嘛 選舉行情籌碼業績加資金 好今天你看這個東西 藍板正所稅 有意再放寬 取消核實科 所以一律踩射算扣角 最快下週表決 你可能不曉得 這個對某些人意義有多大啦 因為這個對企業主是 比較直接的啦 因為企業主它其實是直接 有很多的公司大股 那只直接拿股票的 還有溫潭的啊 那幾乎都是賺錢的 所以取消核實科稅的部分呢 其實對資金回流這件事情 是有幫助的 所以今天成交量964億 非常好 但是如果我跟你講這個行情 馬仔仔開始噴噴球 那又不對 那又不對啦 它不是攻擊啦 這根長紅K線不是攻擊 同學 這根長紅K線它不是攻擊 這個跳空缺口它未來還是會回補的 可是我告訴你說這個8757點 它不是最高點 如果它先過去 它先過去還會再回來一次 但是它如果先下來 就會直接上去 但是不管是哪一件事情 你只要把節奏把它把握好 你都可以賺到錢 所以這個地方要操作有幾個重點 第一 空間跟時間都是成本 因為時間在壓縮 我講過了這一波的行情 我規劃基本上就是規劃到12月份 那你看現在是11月的開始 然後到12月份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如果扣掉1月初的部分 因為1月的中旬 如果那個時候才去談選舉行情 或者是去做選舉行情 那賣虎啦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去積極去點火 因為12月份誰會跟 你要搭配選舉去同步 投信啊 它必須怎麼樣 它必須做出績效才有年終獎金啊 第二個集團啊 集團必須在那個時候去做作帳的動作啊 第三個你也知道政府基金的部分 它一定會使盡吃奶的利器 用力拉上去嘛 那到了1月的中旬 要選舉了 那投資人多半就會先做觀望 那時候再去做賣虎啦 那當初賣虎 所以我認為是這個月的下半個月 會開始做指數 當然它比我提前先動 如果說它是真的要上去 那沒有問題 你真的只能買了啦 就是再貴個5%10% 你也只能買了 否則後面會更高 會賺不到錢 可是 好消息 今天主要漲的都是證券股 所以它不是公寄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證券股全面性的漲停 那我不會跟你講去買證券股啦 不會 因為證券股它這一波 它不會是主流 因為它能夠帶動人氣是有限的 簡單的說 找到證券股 我認為它短線上應該會再回來做一次修正 修正完以後 那時候會上錢 會上真正的大菜跟主菜出來 那時候你真的一定要買 你真的一定要買 你不要再跌下來的時候 哇這好恐怖我賣掉好了 哇好恐怖我放空好了 每一次都是又空上去 不管是又空頭或又空手 然後又上去 我之前就跟你講過 這波的選舉行情就會是這樣 因為你割稅 割稅什麼 割稅台灣今年沒有GDP 割稅台灣今天是 今年的基本民家賣 但是你不記得那些事情 今年的不好 它變成低基期 到明年的第一季 它會反映的是什麼 大幅度的成長啊同學 甚至有一些公司 它變成是大幅度的轉機啊 你做豪廟做舊的人你都知道 什麼豪廟 它會去最強 轉機股嘛 本來虧錢的變成賺錢的 本來虧錢變賺錢之後 賺錢之後再大成長 它怎麼會長最兇啊 我這樣講啊你看 我們之前做的這個 它這樣子啊 它是轉機之後轉大成長啊 這才有大波段啊 對不對 這個也是啊 轉機之後變成大成長 才有大波段啊 很多啊 這個已經長兩年了 這個已經長兩年了 可是你把它切到周線 周線的角度也是啊 這一段長最多也是 轉機變成大成長啊 包括這個4733的善為 這個也是啊 這都漲了整整兩年了 這種股票它是會漲最兇的 那我不敢說 轉機完以後一定大成長 但是至少知道 明年第一季有一些公司 它會有虧轉贏的 所以真的不要去做空 那操作的部分 回歸到操作的部分 我要跟你講說時間它也是成本 因為我們時間上面來講 規劃的時間上面來講 都是到12月底啦 基本上我對這波的行情規劃 就是未來兩個月 因為講坦白話 我說過後面的選舉 它會出現的變數太多 到1月的中上旬的時候 我認為 就可能沒有那麼好做了 但是這個時間 一定要把握每一次上車 即便是做短線上的機會 一定要好好把握 這是我最近在跟大家談的東北 那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二字線買點 重點是 這是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我跟大家講說23.2它不是最高點 好 當然你今天會看到東北 它殺下來了 可是它有沒有去交代我說的這個位置 有吧 它是創新高才做拉回 所以我跟大家講 亮碩是劍買點 如果創新高這邊不對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賣 可以啊 你可以賺錢賣啊 但是重點是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也許整理完以後還會再攻啊 會有你按照我的call訊做就對了 按照技術分析去做就對了 像這個股票也是一樣啊 18塊買的 你看到今天 開盤以後殺下來 今天沒有很強啊 今天真的沒有很強 可是成交量最大的地方有沒有過 沒有啊 沒過表示什麼還是safe 過了才會危險 過了才會危險 所以按照公司做 有命可以就出手 一買突破二買一回 不要老是就是 今天這股票沒有漲 就要賣掉去追其他的 然後其他的沒漲 又賣掉要換到其他的 不是這個樣子 記得一件事 咱們只能有三檔股票而已 有時間上面的考量 需要去優化那個時間 但是絕對不是買了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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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樣子 當換的時候 我會叫你換 比如說金國平 優惠的時候我給我回完 說靠你去 我今天才賣掉 我把他獲利賣出 賣出 賣出為的是什麼 買突破的買點 這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換股 因為這買了以後馬上也賺錢 所以這邊的節奏其實 踩對跟踩錯會差很多 踩錯你可能要等等等等 你也不見得會賠錢 就是說你買了以後 買錯位置可能是等等等 然後好不容易跳一根起來 沒賣可能又要等 這是節奏上的問題 記得一件事情 現在台北股票市場不缺資金 但是缺的是大禹至誰 怎麼把這些資金疏導到政策要的方向 那我看到現在目前很多的政策在做這件事情 那後面有效果 這些股票它就會是大幅度的飆漲 那在這之前技術分析都可以先看到 所以你最近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司 它公佈了第三季的季報 出現大幅度的成長 它啪股票就漲停 但是會不會有人先知道 我認為一定會有的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再講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補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古船低基金是零膽固醇的 營養健康好吸收而且很好喝喔 梅冠古船都有新婚禁耶 還通過這麼多項品質認證 像這個夠工 會輸得緊 是古船低基金讓我們都健康 華陀福元堂各大產品全面優惠促效中 來電洽詢諮詢專線 0800-001-860-0800-220-369 我常常跟你們講說 為什麼我要去分析行情 除了要分析行情的方向之外 我們還要跟你談買進的那個節奏 還有買進的類股 你應該把什麼樣的一個資金 擺在什麼樣的類股當中 因為我一直在講做這件事情 目的只有一個 因為我們的資金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只能做適當的配置 不可能所有的股票都買 所以絕對不是分析十檔百檔有漲 就算績效 這個也好那個也不錯 然後咧 這個漲上來 我某年某月某一天跟你談 對不對 不是這個樣子 錢就是擺在 你認為它是現階段最好的地方 擺了A 擺了B 擺了C 擺了三檔股票之後 你就不能想再去買其他的了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要怎麼從這當中去做選擇 因為一次進去是三分之一部位 結果如果在買股票 沒有在發出我們娘娘腔的口訊 請會員埋進0.5成 埋進一成 沒有 我們扣進去就三分之一 它多是分兩筆 扣到三分之一 因為會員這麼多的關係 要分兩筆扣 才會扣去 最多是這個樣子 那下好就是理所 因為有決心嘛 有命可以就出手嘛 何必要去懷疑呢 成交之後安排退場機制 萬一不對的時候要怎麼走 比如說我6XX3 它沒有飆上去 我帶著獲利離開 我換股 時間是成本 現在這個地方時間是成本 如果你買了股票它沒有馬上上去 那這套了一段時間 你都要去思考 怎麼去優化這一筆資金 其實我在代會員 現階段操作 其實我很重視的是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也清楚 這是一個選舉行情 這是一個造勢的行情 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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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抗世 所以有的時候 不用怕完才會去 不用怕小小才會去 更何況有些時候高跟低 根本不存在 同學高還是低 高 這個最高點拿到24.8 這個最高點拿到26.2 那高還是低 那現在回來了 那高還是低 同學根本不存在嘛 因為它後面拿到27.28.29.30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邊是低了 對不對 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所以它是怎樣 它打回來 你要站在賣方 這都是我們的股票 我不會因為我們的股票 拌下來 左閃 右閃 東閃 西閃 顧左右兒延他 不好意思 我的名字叫小賀 很多的事情 我都喜歡講在前面 後面再來驗證 要不太延大 那不是 你看這9月24號 到時候我跟你講說 要早買點的是什麼 唐臉啊 看不起 如果這邊沒告訴你要買 怎麼可能有這樣的波段 如果這邊鹹高不肯買 這邊鹹高 然後掉下來不肯買 怎麼會有這個波段 那一買突破 二買壓回 三接跌停 但是這個盤太強了 你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去接跌停 然後你看這個 這就是接跌停 38塊錢 跌停版確實買點 然後到42塊9 43塊4 46塊錢 結束 所以我常常講說 波段的強勢股 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沒有低頭布局 拿來抬頭漲停 不要每天只是想 看盤面上一些花花利率漲停版 你要思考自己的是 我手上的這些股票 適不適當的時機要去做換股 或者是 我要怎麼去把這筆資金 配置在最好的位置 這波選舉行情太重要了 四年一次 更正 我應該講八年一次 因為這次是有可能 政黨輪替的 所以執政黨是會有危機意識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 那如果說 想要制勝一定要初期 那期在哪裡 股票市場絕對是 很好的一個方向 其實我這兩三個月以來 跟你們談做多這件事情 我都從政治面的角度 跟你談這些東西 我希望你能夠聽得懂 因為後面 控盤者他在做的東西 每一步每一步 包括洗盤 包括回檔 包括主流轉換 包括政策的對線 我都告訴你 因為 這是一盤起 如果 一步下錯 會滿盤皆輸 所以現在真的非常非常的關鍵 我這支股票也是 波段強制股 買它短線上落實的時候 等它亮燈的時候 我再告訴你它是什麼股票 這是什麼 也是我手頭的股票 同學 有的時候 你看股票它的股票 不一定真的是高 我們眼睛看到 28塊錢 漲到30塊 好 28塊錢叫做低 但是30塊錢的股票 漲到了35塊 回過頭來 30塊變成什麼 變成低 所以高跟低不存在 我站在哪邊 看哪邊的問題 我站在玉山看腳下 全部都是低 但是如果我站在聖母峰看玉山 玉山跟小朋友一樣 有這種觀念 你才有辦法 在現階段的行情裡面 做到好的股票 或者是賺到錢 不然你英文是誰 這個沒去我買看看 買之後 手一個單無人 等等等等等 只剩下也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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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股票沒去 先我等等 這就是我要做的示範啊 9月16號的22.67塊的懷特 近色圖跟我們講 他會到30 他真的到30了 到30了 我說指標背離 乃圍超盤總值最大警訊 所以打回來再買 這個地方再買一次 後面真的也上去了 現在回過頭來 他還在282 對不對 這波生技 我看錯了這支股票 所以回完 不好意思 給你們減賺30塊 因為賣了408塊 但是我說過 時光倒流 重來一次 我還是會這麼做 因為如果408塊的號頂 不知道要賣的話 那就不一樣 這個股票就不會知道要賣 這個股票也不會知道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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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股票也不會知道要賣了 所以 您走 十步遠 不冒一步險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相信我的技術分析 因為時間拉長來看 指標不會錯 錯在不會用 有決心 有信心 有誠心 我對我的技術分析 就是抱持著這三個性 所以你不斷反覆的驗證 沒有想要想的人 你真的也賺不夠 因為有的時候 你買那個點 你真的會怎麼賣下去 突破的時候 他可能是上漲5% 是不是漲低板的時候 拉回的時候 他可能是下跌5% 甚至是擊殺 甚至是跌停板的時候 靠下去三分 他同學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說過了 時間拉長 才能證明這四件事情 沒有賣一支股票 給您亮燈 那又如何 亮燈也10%而已 多少是10%而已 不是嗎 很多東西要面面俱到 什麼叫面面俱到 這個是10月15號 我在跟你談大立光 因為它攸關是選後的行情 我說氣型下降的末端結論是什麼 但是我當時沒有叫你買大立光 我跟你說 為什麼要看大立光 因為我們那時候帶著會員去壓 精華光學 四百高十塊 我說大立光攸關的是 精華光學能不能空頭結束 而多頭開始 對不對 這一段只有短短的一段 所以賺取價差離開 離開完以後它盤整 盤了這一段把它跳上來 今天再跳上來 同學 為什麼它可以連續性的上漲 而且這是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又創新高 遠觀山有色 看起來高 這裡 從這裡來看這裡 那不是 如果它又在更高的位置 那為什麼精華光學 它可以再漲上來 我們拉近一點 氣形下降的末端是什麼 那為什麼我一直要跟你們看大立光 我不是叫你們去買大立光啊 我是要跟你們講說 一個股王前三季EBS129塊 那麼本益比是21.3 精華光學前三季孤斯18塊半 那麼本益比是28.7 如果股王不動 我怎麼有辦法把這個EBS把它拉上去 那這個本益比它也有可能 因為第三季突然跳增而下降啊 你聽出我的意思嗎 有些時候你看到那個高本益比的 不見得是真的高本益比 但是上面就是有一個 我要你講好了 賣入六位賓士啊 如果賣一台100萬的話 那育龍有可能賣一台100萬嗎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常跟你談這個東西 因為說三個我們要四個額 所以跟你講現在沒什麼時間 你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看到別人看不到才敢在這個地方all in 擊殺的時候才會賺到這個亮燈 然後當大家去介紹的時候 欸 它歪掉了 這就是技術分析啊 這就是操作啊 這就是領先市場享受操作的樂趣啊 沒有做股廟常常也是怎樣 等一等 半驚倍 半驚四 所以反射心裡 賣一張 賣兩張 賣三張 這樣才不會賺錢 與其這樣 倒不如必要做 不是這樣子嗎 不管在股票市場也好 要操作就是要有三顆心 如果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尋覓一個優秀的超盤手 一樣 對它一樣要有三顆心 所以打電話進來之前 同學 咱們沒有優惠不收短期 我的名字叫博二小賀 所以你有刮心 有信心 有信心的人 這波真的要來探情的人 電話撥通 就對了 但是龍城 非醬菜 不叫胡馬 杜英山 賛惠真之聲 化榮點睛 感謝你的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撥通 財運 橫通再會 拜拜 拜拜 恩傻 投顧 鍾老師 寫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 才叫叫小賀 十股三檔內 進出紀律化 奉手取線密碼 順天而行 才叫叫小賀 操作要求效率 要買了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買 這就叫叫小賀 02-2781-0909 2781-0909 應答頭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百萬更近演奏黑椒市地 受台灣最名的 更近鄉主楊燦明先生 所演奏使這臉品有這百二十手 忘不了黑來鄉 鄉時何伴 綠島小葉許 何如君再來 不了情 易蘭旺 胡酒滿杯 一定 全頭十匹黑椒市地 有一半 一百二十四個民憑 約一千二百八十塊 再上第一半更近演奏 黑椒市地五十正 皇軍會故鄉秀馬場